铁血雇佣兵硬刚嚣张匪托 美女队长全程火力输出 英姿萨爽 凭借矫健身姿 狂虐一帮壮汉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动作电影 《侠盗》 影片开始 一只名叫侠盗的雇佣兵 来到非洲某地营救人质 美姐是这支队伍的老大 她本计划天黑后行动 让伙伴们静待时机 不想中途收到消息 人质即将被运走 于是他们不能再等 在美姐的一声令下 一名大兵给敌人来了一个大招 巨大的爆炸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拥兵小队赶紧趁乱救人 狙击手则在后方掩护 美姐和两名手下来到一间绿色小屋 却连人质的毛都没见到 美姐没时间探究其中原因 如今剑影离旋 必须迎难而上 她命令后方的狙击手吸引敌方的火力 给他们搜救人质争取时间 得到命令后 两名狙击手当即行动起来 很快便吸引了敌人的所有注意力 趁着场面混乱 美姐等人来到附近的一间小屋 发现了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女人 原来这会儿匪徒靠贩卖女人来赚钱 美姐拿出人质的照片 对比着终于找到了要营救的目标 不想此时匪徒发言过来 知道这是吊虎离山之计 于是吊转枪口 足迹躲在屋子里的美姐等人 见此情形 美姐把后方待命的队友叫来支援 这时屋子里队友们同情性泛滥 也想将其他姑娘一并带走 理智的美姐表示 他们不在计划之内 美姐告辑队友 有多少钱干多少事 不要多管些事 不像美姐手下的几名大兵不信这个邪 相持之下美姐屈服了 毕竟要想把队友带好 就要顾及人心 此时屋外围满了匪徒们 他们用火攻的方法阻止美姐等人离开 然而这却难不倒阻止多谋的美姐 女人见前门跟门走不通 让队友们顶住 她来炸出一个后门 炸开一扇门后 支援的队友也开车赶了过来 美姐一向人带着女孩们赶紧上了车 为首的匪徒大汉 看到自己的赚钱工具都被人带走 急忙命令手下们赶紧去追 可是腿哪有车跑得快 美姐等人带上队友后便一记绝尘 然而在众人以为脱离危险时 匪徒们开着车追了上来 首领大汉还在后面叫嚣 赶抢自己的货 真是活得不太烦了 不给点颜色看看 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 一边追一边打 枪声不断 很快支援他们的直升机赶了过来 不节气的大汉见状 表示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随后拿出了反派的标配 火箭筒 一炮干碎了天上的直升机 大汉与手下终于出了一口气 而美姐等人则气愤不已 朝着身后的匪徒蒙裂开火 当然 匪徒们也没在怕的 回敬起了美姐等人 一名雇佣兵被打伤 接着又一名雇佣兵被爆头 为了摆脱被动 美姐等人疯狂向匪徒们投掷手榴弹 广泛撒网中点牢狱 毕竟扔多了总有一枚中标 这不 一枚守着弹直接干翻了匪徒的一辆卡车 然而美姐等人还没高兴多久 他们的车就泡沫了 一千人下车逃命 可悲催的是 他们跑到了一处悬崖边 严看再无推落 雇佣兵们只能一边阻击匪徒 一边招呼人质们赶紧挑衙 因为这样 没准还能保住小命 不想人质们都没有躲 他们表示下面的河水不够深 根本挡不住这么高的冲击力 眼看就要没子弹了 带上的雇佣兵们都在等美姐拿注意 美姐思索再三 让队友脱下盔甲 扔掉所有累赘准备跳崖 这时 一个女孩听到这个命令 强烈地表示 她不能跳 让雇佣兵们再多坚持坚持 每逐匪徒们一会儿就退了 可在场的大兵们 谁有工夫打理她 都在扔身上的负重 这时 美姐又化身谈判专家 告诉女孩们 只有跳下去才有活路 于是几个听话的女孩 雇佣兵只能生辣硬转 将她扔了下去 这一波操作很负责任 最后殿后的雇佣兵们 也都纷纷跳了下去 在这之后 美姐等人从悬崖下 湍急的河水中爬上了岸 逃过了一街 可是在逃亡的路上 一个女孩站在河边 死活不肯再走 她说她累了 需要休息 于是一条鳄鱼 在听到女孩的诉求后 一口便将她咬进了水里 让她永远休息了 所有人看到这一情景都吓傻了 美姐则安慰众人 天命所归 他们不能抗拒自然的赶招 他们当务之急 是赶紧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之后美姐等人 带着两个女孩 来到一处港哨前 站坐休息 两名大兵前去侦查情况 其他人原地警戒 这时一名大兵表示 大汉不会善罢甘休 因为他们营救的是 州长的女儿 这是大汉和州政府 对抗的资本 到了傍晚 美姐一行人 来到一处无人居住的住宅 她安排了两人 在附近巡逻 两人留守 保护受惊的两个女孩 她则和一名大兵 去附近寻找无线电 进行求救 然而美姐等人来到通讯室 找到通讯设备 却发现没电 于是只能又去找发电机 就在两人寻找发电机的时候 美姐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里很明显遭受某种袭击 车都没来得及歇会 人就被杀了 说话间 两人来到一间藏库 这里挂着各种皮毛 美姐旁边的大兵 见多识广 一眼看出 这是盗猎者的窝点 他们射杀老虎狮子 然后扒下他们的毛皮 抽出他们的骨头来卖钱 很快两人 根据仓库里死者的伤口 推断出 因为停电的缘故 狮子跑了出来 杀了所有的捕猎者 然而就在美姐 和另一边巡查的队员 交流完彼此的情况后 她发现队员不见了 巡查了一周 她才在一处草丛边 找到了浑身是血的队友 此时更可怕的是 草丛里一只狮子正看着她 情急之下 女人掏出手枪 赶走了狮子 听到枪声后 在另一边巡查的两名队员 赶紧前去查看情况 房屋里 一名大兵也出来巡查情况 很快他们遇到了一群大象 就在他们放松警惕时 一只狮子 送他身后扑了上来 大兵慌忙中连开树枪 虽然被中伤 但好歹捡回了一条命 房间里 队友听到枪声赶了过来 随后美姐与会合的两名队员 也顺着枪声赶到 他们将受伤的队友 带回了房间清理伤口 可就在众人就职队友时 大汉带着手下们 找到了美姐他们的踪迹 此时美姐等人 还在想办法 如何启动发电机 可是外面的狮子 撑了他们的威胁 狮子的攻击力 可不比匪徒差 现在他们的子弹 不仅少得可怜 而且还都是小口径的子弹 根本阻止不了狮子的进攻 可尽管情况如此危险 他们还得行动 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美姐和一名队友 前去寻找发电机需要的机油 另一名大兵在哨塔 为两人掩护 而惧怕狮子的大兵小黑 则在后方为队友加油打气 美姐两人也是运气爆棚 在队友的设备 失灵失不灵的情况下 两人躲过了狮子的攻击 成功地找到了机油 可就在两人 启动发电机的时候 哨塔上的大兵 不小心把要更换的电池 丢下了哨塔 于是他只能大着胆子 去捡电池 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一头狮子也准备好了 一下子扑倒了这名大兵 将对方给咬死了 美姐这边终于启动了发电机 周边一切都亮了起来 此时 巡逻的小黑 看到了被狮子咬死的队友后 赶紧将情况报告给了美姐 直到情况后 美姐与队友来到通讯室 终于联系到支援的队友 但是他们得支撑到天亮 支援部队才能赶来 现在守住这个地方 成了美姐等人最后的任务 此时小黑再次提醒众人 大汉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果不其然 此时大汉来到了附近 开始包围美姐等人所在的房屋 隐蔽出放射的小黑 发现了大汉等人 急忙赶了回去向队友报信 情况再次紧急起来 一名队友从房间里 找到一把李恩菲尔德步枪 向美姐表示 她可以用这把步枪 去拿下敌人的AK 然而就在她说话间 一头狮子破窗而入扑了上去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 吓跑了在场的两个女孩 现场美姐为了救队友 玩命吸引狮子的注意 最后成功将狮子引出了房间 机智的女人一个侧身 滚进了车下 保住了一条小命 然而狮子也不是吃素的 和美姐玩起了手中带兔 很快被袭击的那名队友 拿着步枪 亮亮枪枪的 赶来支援美姐 就在双方紧张的缠斗之时 一声剧烈的爆炸 吓跑了两人面前的狮子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狮子跑了 大憨在着手下赶了过来 在队友的火力掩护下 美姐成功搅和了敌人的枪 有了力气就有搏斗的资本 美姐一路冲杀 在通讯室里找到了一个女孩 她将情况告诉队友后 赶紧去找另一个女孩 这另一名女孩也是悲催 一下子就遇到了两个匪徒 危机时刻 美姐出现 解决了两人 带着女孩一路冲杀出去 此时 敌人已对美姐形成包围之势 哪怕有队友的掩护 也很难有所动作 于是 她选择和队友一起掩护 让女孩跑进通讯室 安全后的两个女孩 看到美姐他们勇猛地 对抗所有匪徒 瞬间觉醒了 他们也要参加战斗 通讯室外 枪声不断 两个女孩大着胆子跑了出来 不想迎头就撞上了两个匪徒 两个女孩条件反射 拔腿就跑 一个女孩躲进了一个房间 不想遭到了敌人的围堵 慌乱之际 女孩爆发洪荒之力 将一个匪徒活活给砸死了 此时房间外 小黑为了阻拦一名匪徒 不再躲避 勇敢地与对方搏斗 然而小黑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最后时刻 美姐还是感到制服了那名匪徒 可此时 小黑已经重伤 她选择让美姐去支援其他人 最后小黑倒在了敌人的枪下 美姐成了目前唯一的抵约力量 她的两名队友都已经身受重伤 无力反抗 说话间 一群匪徒围上了两人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 稳操胜券的时候 狮子再次扑了出来 为两位重伤的大兵解了困 这时另一边 另一个慌乱逃命的女孩 迎头撞上了匪徒头目大憨 大憨将女孩拎到美姐面前 威选女人不要再抵抗 美姐也是个识时务的人 当即放下了枪 表示可以带女孩做人质 不想大憨却表示 她要美姐有个乱用 她要美姐把周展的女儿交出来 对此美姐很听话 很快奔替大憨找到了女孩 然后将大憨带到了隔壁的仓库外 大憨遵守承诺放了女孩 跟着美姐进了仓库 然而两人刚进仓库 两个女孩便在美姐的事宜下 锁上了仓库大门 大憨发现美姐骗了自己 一脸不解 她不认为这样可以吓到自己 还警告美姐 她才是恶人 她有枪 大憨在一阵惨叫中被狮子给咬死了 随后那条狮子将目标对准了美姐 然而就在狮子步步紧逼时 门外的声音吸引了狮子的注意力 她一头撞开了大门 发现了两头小狮子 就这样 这头大狮子带着两个小狮子离开了 原来这头狮子只是想找到她的两个幼崽 黎明来临 一切危机都已结束 美姐等人等来了救援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里的美女队长全程智商在线 能动手就绝不吵吵 倒是手底下的大兵们很有同情心 可以说 这个美女队长真的很勇猛 一人扛起了所有战斗的戏份 与敌人打完和狮子打 不是在救人 就是在救人的路上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 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